我們新增的專案 我們接下來示範幾個簡單的視窗程式 我們做個小型計算機 文字型的計算機 不是那種按鈕式 那你要做按鈕式的寫 但是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先做個文字型 文字型計算機大概要長什麼樣呢? 放個combo box combo box就是可以選擇假解層出用 不用太大 接下來我覺得可能一小條就夠了 文字型的不用太大 好,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 這邊我可能一開始放個 欄位 放個文字框 文字框 case box 那這個各位應該都會拉了 我們做一個文字型計算機 加上文字 把那個複製一份 按按CTRIX C 就可以複製 按CTRIX V 就可以貼上 然後這樣子 什麼乘什麼 或什麼加什麼 等於什麼 所以現在我們放一個 LEVEL 就是文字 調記文字 接下来,让它等于什么,再复制一次 建议各位,每一个视窗的元件,你最好都取一下名称 取一下有意义的名称,不要用1234,这样你最后一定会敢问 所以我就这个叫做 叫做 叫做 Test box 参数1 Parameter 1 Parameter 1 Parameter 2 各位在做这种程式的时候,最好你一开始就把名称改好 否则的话,你写了一堆程式,你再来改 可能会造成某些不一致的问题 Test box 对到结果 这一个符号呢,我们 其实不用改名,因为它只是一个符号 不会有程式跟它相关 还是改一下 这个习惯 然后呢,我们让它叫等于 只是为了要显示等于而已 只是为了要显示等于而已 OK 那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的选项里面 我们要在这边 我们要在这边有个叫Item的集合 我们顺入一行一行的 加减成组 这样就会有这四种运算 对 快确定 那这里 这样都是好 我们直接先执行一次 先存檔 记得存檔是个好习惯 所以很多 都做了一些动作之后 就先存檔 按全部储存 全部储存 那我们已经建立好了 但是位置呢 位置就存在我们自己的位置 比较好 所以OK 好,我们存在这里 按储存 这样就存檔而弊 那我们先执行一次 这个还没有程式 但是 你有看到有加减成组 可以用 但是字很小 也是你可以 把字型射蛋 比如说 我看能不能 好前 跳过头 能不能一次射所有字型 好,我把字型射蛋 否则的话 不太好用 我把字型射 二十四 大一点 哇,也超大 太大 字型射 先算十六就好 好,这样子 好,差不多 十六应该就OK 好,那我希望做 多少乘多少 然后它会算出等于多少 在这里 最好呢 能够先把这个test 设定成 你预设的符号 比如说就加 这样人家办得比较清楚 那这里呢 一开始预设的符号 可以先给个零 也可以不用 可以先给个零 也可以不用 其实没有困心 像这样 看起来比较好 看一点 再执行一下 OK,这样有个 预设符号 而且也有 有四双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 想做的是 当我按下一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算 或者是 任意改变 就会算 那 我们做任意改变 就会算 先做按钮 按钮比较简单 做任意改变 各位的人已经忘记了 来 加一个这个 Button 先改名字 叫做Button 叫做Button 先改名字 叫做Button Go就是 开始做 按钮 按钮 然后呢 这里 我们设一个字型 一样设成十六 这么大 然后呢 把它的字 改成计算 然后呢 改成计算 目前这样子就 大概排好一个计算机的样子 那这个计算机 跟各位手上那种计算机 不太一样 是文字型 是文字型 那我们就可以来写层次了 写层次 这个层次 这个层次是什么 那这个风漏 我们刚不小心按出来 不要删掉 如果你删掉之后 发现有错误的话 我们先编译一下 发现有错误的話 就是 那会跑到错误的地方 代表说这个是刚刚多银的 剪出来 就再删掉 再剪置一次就没错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写程式 现在这个Button Go Click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说它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重算 我们现在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5 再输入3 我这时候它没有写程式 所以它不会算 我们要让它会算 怎么做? 我们要先取出这两个栏位 TextBusPenum1 就是第一个算数 点Text 就是它的文字 这四个字算 没有办法认算 所以我们要改一下 把它改成 整数 整数 所以Py等于 等于文字 整数不能改文字 文字要转型 用Int Bus 把它做 薄熙转型整数 OK 这是 Int.plus 整数 这个准数 这个准数 用文字 转型 Int 接下来 再取第二个算数 V2 整数 Int.plus Test Pus Ellen To Test 这样子 就两个都转成整数 接下来 结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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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设一个 IMU比较 等于什么呢 E1 E1跟什么 NP2 要做运算 对 那问题是 我们暂时先设架 虽然它有加减乘除 但是我们希望说 不要一开始就把程式弄得太不长 所以我们讲 加P2 不管你选什么 它都是加的 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呢 显示在 那个框框里面 那个框框里面 这时候再记录一下 ok 点Test 就等于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我们写完 第一 第一段的程式 看一下 这里 有一个问题 它没有转成字串 那怎么办呢 可以 ToStream 所以转成字串 好 ok 好 这样就没错 那执行 但是请注意 现在你的执行 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这样子吧 没错 看起来正常 一选成 5乘4呢 变成9 因为我们刚刚只用加 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 它到底是什么运算 来做 做 做加线成组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用 Switch Pass 或者是选择用 衣服 好 用Switch Pass 看起来比较 恰当 Switch Switch 什么呢 不对 这时候是Combo Bus Cumbo Bus 是1吗 我们没有给名字 对 我们真的没有给名字 改一下名字 Cumbo Bus Op 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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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边改一下 Switch Cumbo Bus Op 1.txt 或者 1.txt 或者 或者 就可以了 好 如果 這個 运算 它是 加 那 我們就做加法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記得要break 如果是解 那你其實通常是一元脱石 效果會這樣起 然後呢 如果是解 等一下 這裡 有個問題 這裡 我們把它移在上面 這就不要 選稿 OK 如果是從 好 記得 這裡都要break 不然的話 它會一直做到下面 好 那如果是除 那 就 做除 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 差不多 差不多完成了一個 程式 OK 開始 用身分的東西 好 就這樣 限制一下 尼納特有問題 他說 使用會指定的區域變數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指定一下 變異器才不會出警告 限制 好 這樣子就OK 四個都有 然後我們就開始自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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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 速度五 速度五 速度三 按計算 加是八 減呢 是二 乘呢 是十五 除呢 是一 OK 所以我們做完了一個文字型計算器 好 那 證實不要做太複雜 就這個樣子 各位稍微 回覆一下 雖然我們開學的時候 已經有 給各位一個 很簡單的 把元件拉出來 按一按 但是 各位可能忘記 這裡 如果這個太難 我們再退回小半牛程式 再自辦一遍 那 如果沒有太難 那就直接過來 所以 各位 一定要試試看 告訴我 這樣會不會太難 好 那 你可以參考一下 課本 裡面 其實它都有類似的程式 只是寫法可能 不是那麼一樣 而且 像這裡我用Double 那 現在我用INT 那INT就只會算整個度 就算有不點數 好 那各位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把這一個 神是整個 貼一下 貼在社團上面 OK 你請 好 整個文字型計算機的程式 我有貼上去 雖然它的排版怪怪的 但是 C-SHOP 在Vitual Studio裡面有的好處 你把最後的大括號 重新打一次 它整個排版就會回來 所以像這樣 我示範一次 你把這個整個 放進去 假如我這個全部關掉了 全部關掉 我這個也關了 關了 然後呢 我重新放進去 我再建立一個傳案 我再建立一個傳案 然後 建立進去 那當然你還是要做那些東西 做完之後呢 然後呢 你程式碼打上去 你會發現我貼上去的時候 它排版會出了 所以 所以 那個排版 在Facebook會亂掉 是沒有關係的 一定要去它會恢復 如果沒有恢復 如果沒有恢復 還是亂掉 你把這個最後的大括號三寸 再打一個 它就會自動全部重排 這是它 內建救去的功能 那我們請各位先試試看 做出剛剛這樣一個程式